兩年前讓貴婦團參觀阿帕基直升機 又私下將阿帕基頭盔帶出營區 前陸軍航特指揮部中隊副隊長老乃成 遭處分休職兩年 10月9號期限屆滿 他卻遲遲沒有提出副職申請 國防部傷痛腦筋 因為老乃成是第一批阿帕基直升機的 種子教官 當初到美國受訓時簽下契約 條件之一就是要延長疫情兩年 但老乃成要是一直不復職 軍方也拿他沒轍 只能在他未提復職期滿 也就是明年的10月9號 主動替他辦退伍 當時並沒有想到 會有這種所謂的個案 的確我們必須坦承 在上面的確有瑕疵 我們現在也在研理相關的這些作為 這些我們都在這一次的 這個事件當中 學到了經驗教訓 坦承要檢討 因為老乃成還有一年一期 飛行時數大約150到180小時 那阿帕基每小時單位 飛行成本是1.4萬來算 國防部至少損失 1700萬到2000萬 而一個阿帕基種子教官 訓練成本超過3億 如今因為老乃成無意回營 這些培訓費用等於白花 那老乃成中校這個是屬於軍售訓練 以及我們另外一個區塊 就是所謂的全時進修 就現行的規定 並沒有賠償的問題 沒有賠償責任 老乃成兩年沒領薪水 僅遭到休止處分 而國防部花了上億元訓練成本 卻是血本無歸 記者更早